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声望非常的高 那我想各位观众呢 对吴老师的学问呢 也是很熟悉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赘言 那今天呢 我们还有幸请来了 宋念生老师作为评议人 宋老师呢 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高等研究所教授 博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宋老师的研究兴趣呢 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 中国近现代史 边疆与民族 东亚史 城市 历史地理等等 那我们也要感谢宋老师 对这次讲座的支持 好 在讲座正式的开始之前呢 我想要再次提醒各位 请大家把自己的昵称呢 改成您的实名 然后同时呢 请大家在讲座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您有问题 想提问给吴老师 那大家呢 可以把问题写下来 留在讨论区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将会对您的问题进行整理和筛选 之后呢 我们将统一 在评议之后呢 向吴老师提问 好 谢谢大家的配合 那么闲话少叙 我呢 接下来呢 就把时间交给吴琴娜老师 吴老师请 好 我今天是非常的荣幸 接到清华人文社会高等研究所的邀请 因为这个机构 是我觉得 我们在做这个中华民族 还有20世纪中国史研究上面的一个重镇 那么我有这个机会呢 也让我们可以 我可以跟线上的各位 大家都是真正的专家 也是我这行的专家 有些是其他行的专家 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请教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啊 原来我设定的一个题目叫做 现代中国政治的民族化 我其实这个题目很不重要 现在改的这个题目呢 是这个高等研究所这边帮我做了调整 我觉得也很好 那重点是要讲说 我们现代中国政治啊 往往是用民族这两个字 这个话语啊 做呈现的 这种现象 我们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不太看得到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叫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这个题目呢 如果放到这个在清末 恐怕很难想象啊 那即使是放到这个20世纪的 最开始的二三十年 我们把民族放到前面也不太容易 我想这个中间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所谓的民族化 那这个民族化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今天看到在世界上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 上面有很重要的一栏 叫做民族 那么这个在世界上面是属于 非常少见的几个例子 那么在其他国家的身份证上 通常是很难看到这一栏的 当然我们知道 其他国家它可能有别的重点 比如我们现在在东南亚国家 他们的身份证上呢 会有宗教这一栏 也就是在那些国家里面 宗教的话语 宗教的路径 它是一个第三世界去殖民化以后的 现代政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必经之路 可是对于中国而言 民族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必经之路 可是这个必经之路呢 是不是是不是它天然的就存在在 中国历史的基因里面 是不是它在这个现在的存在 就具有一个不容质疑的合理性 它对我们现实政治的影响是完全正面的 还是有一些边际的其他影响 那么这个是我在过去的几年间 这个做过初步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把我的这些初步的想法拿出来 跟大家请教 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多指教 那我这个想法的一开始 要从这个费孝通先生的 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述开始 我想这个费孝通先生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 它是整体把握中国历史的 一个重要的学术洞见 但是我个人有一点浅见 就是 就是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它是对于中国的民族 还有文化现状的很确切的描述 可是呢 我们把它放到历史的像度当中 多元一体的出现呢 它是早于中华民族的出现 我们再具体的看 就是费孝通先生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和西方列强的 对抗当中出现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确切 可是呢 我的感觉啊 费先生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当中所形成的 这句话 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被西欧概念制约的意味 这个就是从自在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今天回顾啊 就是从中华民族的建构已经进入了一个半成熟的阶段 来回溯这个中华民族的古代基础 这个角度啊 不能说有错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不用这种回溯的方法啊 而是采用另外一个视角 就是思考一下 古代中国的政治 是不是带有民族的元素 啊 那么如果古代中国不是由民族构成的 他是不是能够生存跟延续啊 我想我我的初步观察是说 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 这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面呢 中国人一直都不是用民族的原理啊 原则跟目标组织起来的 这个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态跟演变啊 都不是朝着Nation这个方向来走 所以这个接下来呢 我想从从史记啊 这个开始的一种人群观国家观呢 以及呢 中国从西欧跟日本引进的Nation的观念 对近代中国政治这个转成以民族为焦点的影响啊 呃做一点观察 就是说这个这种影响啊 呃他在中国的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呃这个群体当中所得到的诠释 还有所发生的政治实践 都是不同的啊 这个呃 不同在哪里啊 我想第一点呢 我想讲说中国历史里面啊 他是基本上没有民族的基因 或者说他有非民族的基因啊 我们看到就是中国这个地方 他的地理环境啊 就是他有呃地球上最高的这个呃 山地的体系啊 高纬度的草原 还有沙漠 把他跟欧亚大陆的其他区域 这个风格开来了啊 同时呢 他也面对着这个浩瀚的太平洋啊 呃让他跟世界的其他区域啊 包括美洲跟这个澳洲大陆 隔绝开来了 所以这块地域一方面呢 他是呃相对隔绝的啊 不过当然他还有另外一方面 他也不是一个呃 孤悬在海上的岛屿啊 所以在这一块呢 又隔绝啊 而又辽阔的一个地域里面呢 就是自然生态跟人类生态 他是呃自成体系了啊 在这个体系里面 他其实充满了负数的 这个语言啊 文化还有政治群体的互动啊 那么他是多彩多元的 我想啊 跟这个西欧的民族 还有民族国家现象形成的过程 有非常大的差异啊 就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前呢 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形成 他不是依靠啊 从大范围的人群当中来区分 区隔出啊 一个特定的小人群啊 他不是依靠文化身份 跟政治任 任这个政治身份的趋同啊 或者是我们借用多元体制的话 或者说他是所谓一元一体 他不是一元一体 他他是依靠 中国人这个概念啊 所含阔的范围的扩大 以及呢 在文化跟政治关系里的一个多元一体模式 也就是呢 这个文化的多元 跟政治的一体 而形成的 那么这里面啊 有一个因素 就是 血缘啊 血缘是中国古代人群观念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那我们看到史记啊 他里面就有一种这样的人群观念 国家观念 就是他用血缘 也就是说 他有共同祖先 共同祖先是谁 皇帝 啊 呃 这个用这个血缘来从地域上跟文化上区分 中国 还有四仪 那么 但是呢 他又把四仪 中国啊 纳入了 这个共祖 就是共同祖先的血缘体系下面 啊 他里面特别讲到 就是炎黄的这个叙事 赤油的叙事 而且赤油呢 也是呃 炎黄的亲戚啊 可能是皇帝的 而是现在这新的考古发现啊 呃 新的考古发现这个变成热门的东西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跨文化 跨政治的纽带啊 血缘是跨文化跨政治的纽带 那么在史记当中啊 呃 有四个重点 我们需要观察 我们等于重新整理了以后啊 看到他的四个重点 就他的第一个重点是讲 什么是 政治中国啊 政治中国呢 就是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 那么第二点是 这个血缘连结 也就是说 王朝直接统治区域的人啊 跟这个直接统治区域周边的这些人 都是同一祖先 呃 就是皇帝的后裔 啊 那第三就是文化的差异 还有政治的差异 都不妨碍 王朝跟周边这些相同血缘的人 进行文化交流 还有政治整合 啊 第四 有这个推论而来 就是政治整合啊 不必经由原本就是文化优越 而且取得政治正统的这个华 就是华仪的华啊 来来主导啊 只要那个仪 愿意接受华的价值体系 同样可以主导政治整合 而这种主导 不会改变中国的血缘 同时也取得了中国政治的正统 好 那我们看近代中国 引进了这个民族的概念之后 他就也非常倾向于 从这个血缘的角度来理解 呃 民族这个概念 呃 而这种理解呢 呃 跟Nation这个概念 原本他强调政治跟文化的一致 是有非常重大的差异 当然啊 这个这个理解是不准确的 因为他对Nation的理解是有 出了很大的偏差啊 呃 那么而且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啊 所谓华跟仪之间 是不是存在真实的一个血缘连结 当然是令人质疑的啊 我我觉得我们用呃 不管是基因学这个所做的研究 还是考古啊 所做的研究啊 他所寻找的呃 远古中国这块土地上 人群之间的连结啊 他具有考古学 呃 还有这个体质人类学等等 这这方面的意义 呃 那么可是他是不是具有历史学的意义 是另外一回事 但这个话题我我就不展开了啊 那么 可是 这个史记当中的这种血缘政治论述啊 呃 他的重点 不在于这里啊 他的重点在于他开放了华裔之间的政治互动 和文化接触的大门 好 那么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啊 就是华裔之间为什么需要呃 他的文化接触 还有政治互动 啊 呃 我们 我想我们观察东东亚史啊 会看到这个 农耕区域的政治中心 跟这个游牧政治中心啊 中间他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生态 也就是说 没有农耕政治中心的政治整合 还有经济繁荣 那么游牧政治中心啊 也没有办法整合 乃至于生存啊 同样没有游牧区域跟农耕区的交流 那么农耕区域呢 也没有办法取得维持国防力量的呃 必要资源啊 这种依存的关系 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表表述叫做 汉族离开 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啊 今天这个话的表述跟古代的意义不完全一样 但是他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这样子复合形态的国家 啊 那么 实际的这个血缘政治论述啊 他他就为这个十六国跟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 中国人在政治观念当中啊 呃 排除文化跟政治 必须一体的这个假设 把政治上的这个正统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标准 这样一个一个趋向奠定的基础 啊 我想这个跟西欧的 nation这个观念相比啊 正统这个概念 或许可以代表中国的国家观 或者是相对于相应于西方的nation观念的一种国家观 而这个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呢 他是在于在在在这个虚拟的血缘连接之下 追求政治议题文化多元 可以说啊 就是政治议题文化多元 他一直是中国政治追求的方向 好 那么我我个人一个粗浅的研究倾向于认定啊 就是中国历史摆脱文化多元政治多体的状态啊 奠定多元一体的格局的时间点啊 大致是在呃13世纪的呃末期 也就是元朝建立之后啊 那么呃我的理由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说呃元朝呢 呃事实上打破了中国在呃这个传统上面 政治的的两元状态 就是所谓农耕区域跟游牧区域的这个区隔啊 包含对立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嗯 从政治上面达成了一个呃 一个农耕跟游牧区域的整合 并且在文化上面呢 他也要依赖农耕区域跟游牧区域文化的一个结合 那么这个结合中间还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呃 这个中介年和纪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哈 地理上的弧幻拥陷两侧所存在的过渡人群 你那这个地带可以称作是过渡地带啊 这个生活在过渡地带的过渡人群 他是连结员明清这三个政权下面呃这个人群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纽带那么这些人就是今天啊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 那我自己写了一篇小文章呃讲这个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啊 他的开端是从呃族群政治形态的演变开始的啊 那么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今天我们也也不展开了哈 那么第二个大的重点我要讲的是这个近代中国的民族化的背景 或者是说采取民族路径的这个背景 那么这个背景我想讲的是1840年这个时间点啊 呃我想我刚才提到我写的那篇小文章 就是我对于把1840年作为近代中国跟传统中国的分界点 我觉得有他不成立的理由 可是我没有否定这种说法 为什么因为他也有成立的理由啊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线索 跟这个演变逻辑的角度啊 那么中国历史进进入这个这个近代转型进程的起点 毫无疑问他不是在19世纪的这个中后期啊 我们可以把把他追溯到13世纪的末期 但是呢我们如果改从中国全面进入全球互动体系的角度啊 这个全球互动当然是西方主导的这个互动体系的角度 那么1840年呢呃开始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啊 迫使中国来模拟西欧的这个Nation 也就是民族国家的这个组织形态啊 重新来定义呃跟组织国土上的人民啊 他在自身的历史演进的这个既有轨道之外啊 开辟了一个替代性的呃这个国家建构的道路啊 这样这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19世纪中期啊 视作中国从呃这个呃从这个非民族化的这种这种传统路径 进入民族化的呃入口啊 并且合并到从欧洲时这个发源的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一个起点 那么这个这种这种合并是不是很顺利呢 我觉得不是不不顺利的啊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啊 跟这个nation民族国家的这个原理跟原则还有目标都有非常大的呃差异 因为呢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啊 他形成了这个独特的而且成熟的政治传统啊 他们的核心呢其实是打破了贵族血缘的继承制度啊 呃是在政治力直接到达了这个区域啊 呃实行的这个呃选举跟科举为基础的这个中央集权官僚制度 跟郡县制度啊 我我我特别要讲到这个这个制度啊 呃中间是是他的一个基础是选贤于能的啊 而且呢他的这个像科举啊 他是建立在公平的学历测验的基础之上啊 我们往往对于传统的描述啊 会把他这个稍微妖魔化一点 我们先回想去对照同时期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区区域 中国的这个政治传统 他很早就成熟 而且是越来越成熟的啊 这种成熟呢 使得呃我们近代有个大文豪 他们他的传统非常不满 就是鲁迅啊 那么鲁迅呢 对于对于传统的不满 有一部分在于他的祖父呃受到清朝的一个呃 呃呈戒 那么这个呈戒是因为他破坏科举制度 我们今天如果回想一下 如果科举制度 他是一个呃传统真中国政治能够存在的基础 那么你去破坏这个基础 他的他的性质如何啊 呃我们这样回想一下 也许会对于鲁迅所讨厌的传统 有一点同情性的理解啊 我我今天我不是要贬损鲁迅 事实上我很很崇崇拜鲁迅的啊 那么可是鲁迅的认知是不是有一点盲点呢 鲁迅对于传统认为传统社会都是在吃人 那么呃这个认知啊 可能有一点个人化的倾向 我觉得传统社 我们觉得西方社会 如果说呃包括资本主义 你说他他是狂人日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整个吃人 也许还要更更更更贴切一点 好 那 所以我我我我们看到啊 就是呃这个 中国呢 这这个利用中央极权官僚制度跟郡县制度 他在政治力辐射辐射不足这个区域实行 长期实行呢 跟郡县制度并行的呃 封建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方面 他是受到地理地形学方面的局限 形成了这个王朝的政治投射力的 他伴随政治中心距离的呃 这个增加而递减的一个状态 状态啊 另一方面的在地理的这个呃 边陲跟政治的边陲啊 以及于这个分布在边陲区域 跟这个王朝的核心地区文化有差异的 人群当中啊 他在经济上 有跟核心地区进行交流的需求啊 那么在政治上 他有取得大的王朝的承认和支持的需求啊 那么尽管我我要强调说 从这类边陲区域自身的角度来看 他本身同样啊 自己视为 是自己也是位于天下中心的啊 他对于王朝的经济跟政治方面的需求呢 他毫无疑问是 也是从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心的这个角度出发的 可是我想历史研究啊 还是可以去除所有中心视角的角度 辨识出这类区域的一个真实的边陲性质啊 这个这个情形 他就呈现为这个游牧的啊 半农半牧的还有山地的群体啊 他们对于农业区的农产品 对于经济作物 对于手工业品 他是有有有依赖的啊 那么呃 游牧的半农半牧的呃 跟山地的这些政治势力 他需要得到农业区的大大型王朝的政治支持 他才能得到统治本区域的充分的政治合法性啊 这个现象啊 他他使得这个游牧的半农半牧的 还有山地等出这个人群 他的政治势力 他是愿意啊 甚至他是主动寻求进入中国王朝 为他的为中原王朝自己的所谓边缘部分 设计的那个封建体系里面啊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啊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面 郡县制跟封建制 长期并行的一种族群政治常态 那么从十九世纪啊 开始到二十世纪前半期 从欧洲来的这些列强 还有日本 后来还有美国加入 他们发现了中国的这个族群政治常态 为他们介入中国政治 乃至于裂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啊 那他们当然落实到行动当中了哈 那么那个时候不愿意任人宰割啊 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中国呢 他就希望要模仿列强的族群国家关系原理 来重新组织国土上的人民啊 呃重新定义人民跟国家的关系啊 同时为国土上这个人民建立一个新的分类体系 并且依照分类的结果 决定组织人民的方式 呃还有形态 呃那么接下来 我就想谈一下哈 第三个第三点啊 就是中国的呃民族化的呃潮流啊 以及跟这个潮流并行的呃一个暗流 好 那这里首先我们就想讲 就是关于民族这个概念的引进 好民族概念引进 我们知道有人呃认为 比如黄星涛先生认为他跟这个呃 早在十九世纪的呃这个传教士郭时辣 他把他用民族这个字来翻译 nation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这个翻译有可能对日本人呃 用nation来翻译用用这个民族来翻译nation的概念有关 那比较多公认的就是说这个梁启超他从日文当中引进了呃民族这个概念用于作为nation的一个对应语啊 那我想啊民族这个概念的翻译本身并不是灾难啊 但是对于民族这个概念被翻译过来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解跟这个运用毫无疑问他造成了混乱啊 包括政治上的混乱 我们看这个混乱呈现成这个呈呈现成为几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就是他的原始形态叫做五族共和啊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看到这个1870年代啊 回民事变结束了以后啊 这个清朝的统治精英体认到了这个传统的郡县跟封建并行体制啊 他已经没办法适应这个没办法应对啊 边陲区域他的动乱 还有他们所出现的分离诉求 所以从1885年新疆建设就开始啊 清朝呢就从传统的一体政治目标啊 和这个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这两个方向入手来 破坏出在清朝的统治范围内实行 单一的政治制度单一行政制度的这个前前呃 这个这个前景啊 那么他们希望呢呃 要要把清朝建成一个模仿西方民族国家主权国家那样一个强国啊 那呃可是顾及到在可预期的未来啊 会发生的事情啊 就是清朝统治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多元文化的状态 那呃 那么其次呢他就是针对于呃由汉人的革命派所主张的推翻清朝的主张而来的啊 这第二个阶段 那么他的这个主张是由谁提出来呢 他最主要的倡导者就是啊 刘日的满满猛的奇人还有啊位于朝廷的这个满洲大员 后来一些出身汉人的立宪派就附和了这个主张啊 我想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到现在为止呃 多数人还都误解以及在他们的论注当中都提到武族共和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啊 我想特别强调武族共和是孙中山先生所反对的所抵制的一个主张 因为他是有我想满人提出这个呃 这个论述的动机一方面是要维持清朝的这个国家的完整 第二呢 他是想要去避免政治变乱发生之后满人呃被汉人清算的这样一个呃可怕的前景啊 这是他我们说可以也是可以说他是从他的自私自私的动机开始的啊 那么武族共和这里的族 他是不是nation 我想在这里强调武族共和这里的族啊还不是nation 他指的是传统的地域 还有宗族比如满蒙回藏分别指的是今天的东北 还有呃内外蒙古 还有回指的是新疆啊回指的不是回族啊指的是新疆 那么呃以及呃藏语区啊以及藏语区 那那么这算用族这个字也没有用nation的意思 nationality的意思都没有 他所用的是呃等于宗族啊宗族群体这个血缘群体这样一个概念 那到了1942年到1943年呢 蒋介石他他他他就放弃了这个呃就国民党的前身革命派所提出的这个民族论述啊 并且对于这个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做了重新解释 但是他在这里又采用了五族共和的以及梁启超的民族民族论述认为五族不是族啊 谁才是族呢 中华民族才是nation啊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内部的人群就是这些族 他不是nation而是中国传统的宗族啊 这个呃蒋介石在这里讲讲这个宗族呢 当然是朝五族共和靠拢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呃背叛了孙中山啊 至于背叛对对这个所谓背叛的评价如何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那我想这个五族共和还有下一步的发展 就是说他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到来之际啊 这个主张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清朝的臣民啊 转变成为后来设想当中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国民啊 来维持清朝的这个领土规模跟人民组成啊 那这个主张背后所描绘的一个族群政治状态 其实就是当时清朝的族群政治现状啊 而我们往前追溯一点 就是这一个族群政治心态形态的雏形啊 我的浅见以为啊 早在元朝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五族共和作为中国族群政治的一个中心架构啊 它的影响呢一直延续到今天啊 那么我多讲一句话就今天我们虽然看到有五十六个民族 这样一个大家庭 我们随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五十六个民族的符号随时出现 可是它的核心内容还是跟五族有直接关系 好 那我想这个中国民族潮流第二个现象啊 就是所谓国民国家这个主张啊 这个这个主张的重点的是要继承之前啊 王朝领土国家的遗产啊 那在这里啊 我想梁启超还有杨渡的诠释啊 他比较接近Nation这个字的原始意义 我其中这个杨渡杨渡还有中国进步党 他们讲的应该是更精确的 就是他排除了协同主义的论书 他比较接近西方直接讲的民族民族这个原意了啊 那么不过到了1928年以后啊 这个国民党所做所说的这个国族 他是倾向于继承梁启超跟杨渡的权势 可是又向中国传统的实际的血缘论处做了妥协啊 那么所以这个国民国家就是一开始就是汉民族主义革命者他的他的论敌 就是立宪派啊 这个这个我们刚讲刘日齐人啊 这个梁启超啊 杨渡这些人他他抱持的主张啊 基本上他们是主张说我们直接把清朝的臣民转变成为立宪国家的国民 把清朝的领土转变成为立宪国家的领土 当然这还不是革命 因为他们还希望清朝继续存在啊 那在这个国土上面 所有的国民都是单一国族 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 而这个主张呢 他继承了多元一体传统当中的一体的认知啊 同时吸收了西欧民族国家理论当中的一个国民的概念啊 所以他有意要去建构中华民族作为国族啊 以及作为国民的这个方向 好那在这个主张之外 那么还有第三个主张就是汉民族主义 汉民族主义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收缩领土啊 呃我想汉民族主义啊 他在一个方面是受到中国学统论的影响 那么这其中啊 孙中山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 孙中山对于这个民族这个字的理解 中其一生他都认为组成民族的呃 核心的这个要素就是血缘血统啊 这当然跟西欧的内省的定义完全无关了 完全不过这是大误解啊 那所以这个汉人革命者所说的民族主义啊 其实他就是狭隘的汉民族主义 这个主张甚至于不是为了对抗西方的 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后来被解释成为对外抵抗 帝国主义对内要反抗这个求各民族平等 那是蒋介石后来解释出来的 孙中山的时代革命派包括孙中山本人 主张就是要推翻这个满人的统治 叫做驱除打鲁啊 恢复中华 那他们的这个中华民族 他们也讲中华民族 这个概念其实革命派也开始也讲了 他们讲中华民族其实指的就是汉人啊 那别的那个不是中华民族 非中华 他看来这就造成遗迪了啊 遗迪 这个遗迪是什么呢 就革命革命派就把南宋末年跟明朝后期的 这一个一下关套用到民族的概念上面来了啊 所以他们把满洲跟蒙古称作少数民族啊 最早用闪述民族的这个概念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啊 而是汉民主义的革命派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 他就是要去凸显 作为少数的这个族群 统治多数汉人 他是没有正当性 他这样讲少数民族 这是贬义的 今天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啊 少数民族的概念 他跟整个这个 我们说今天白左他用的minority的概念呢 是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去照顾弱势 照照顾少数的角度去讲 所以 汉民主义啊 他是这些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这些汉民 汉民主义就是汉人革命者 他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啊 他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 血统主义西欧版本的民主主义 以及他的仿制品 日本民族主义的影响啊 所以他在思想上 我可以说他在政治思想跟政治实践上 都是脱离中国现实的哈 如果他能够推动下去的话 就是会导致中国 这个丧失这些汉人聚集的农耕区以外的 大部分领土而间接的就实现了欧洲列强跟日本 要裂解中国的政治意图啊 这个这个主张 所以呃我们在在清末的时候就我们看到这个蒙古人啊 呃蒙古的王公贵族 听到驱逐大陆恢复中华的主张之后 他们的反应是说 那你们要赶我走 我就走啊 对不对 我我走 但是我第一起带走了 所以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不久 我们就看到了外蒙古独立的出现 内蒙古差点也跟着独立 而西藏呢 大概也在不短的时间之后 就跟着他说你要驱逐我我就我就独立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汉民主义的主张啊 他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这种危害放到今天啊 他还有追随者 就是这个所谓黄汉运动 我觉得这个这个汉民主义的危害性 并不下于其他的这个分离主义的这个论述诉诉求 那么第四种论述呢 是这个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华民族建构 这个现象啊 我们看到他跟历史一开始的设计不同啊 中华民国的建立 他是由立宪派跟革命派妥协的结果 就是革命派不再坚持驱逐达陆 因为他发现驱逐达陆之后 他们建立的国家将立即丧失国防前线啊 那么他会立即面临列强的威胁 而不再是少量的所谓满洲人的威胁了 那他这里做了妥协 那么立宪派呢也做了妥协 就是他们把中华民族的内容啊 这个内容实质上朝革命派的那个方向 做了一个靠拢啊 就是说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内容是什么方面啊 他们他们的妥协是说 要以汉人跟汉文化为中心 来同化中国境内的非汉人和非汉文化 所以这里中华民国被设计成为 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本来包容性的中华民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啊 这个中华民族的 并且是国民的民国那是国民的啊 他都跟立宪派的主张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跟这个西欧民族国家 那个nation的原理是一致的啊 可是呢 1912年到1919年期间的 这一个中华民族形塑啊 啊不管是呃我想北洋还是跟他同时存在的国民党的势力 都把这个同化主义是做理所当然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很多人他们也主张同化主义 比如李大钊啊 呃那在现实当中呢 他们也在继续推动清末新政 也就是从1870年代开始到19 主要是1905年开始的这一个呃里面的形塑化啊 还有文化同化这两个目标 这两个目标都是呃 其中文化同化当时里面以汉文化为为核心的啊 我想这种改头换面的汉民族主义啊 尽管他被称作中华民族 他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中国族群政治的现实 也没办法面对中国族群政治的变局 好 那最后第五个趋向啊 就是这个多元一体传统的延续跟发展 好 那我们看清末新政 他是不是成功了 清末新政的目标是把原来实行封建制的那个区域 这个全部改成实行俊宪制 就是说在国家的心理全部实行 统一的政治制度跟行政制度啊 并且这个进一步推推这个文化上的的一体化 结果他失败了 因为他助长了这个边疆地区的一个反弹 造成他的反弹 而且他们这个反弹呢 跟汉民主义的革命共同配合 使得中华民国一建立之后 我们就看到外蒙古 截至西藏 他实质脱离了这个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一个控制 这个可以说 这是新政啊 还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 这种政治活动 政治行动 基本上他是失败 那么失败之后 我们在族群政治上 在民族这个路径上面 他要被迫的回归 我们传统当中所有的多元议题 那针对哈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前面有四种啊 嗯 这个民族化的 呃潮流 或者是暗流啊 呃 他们想从不同的角度 脱离中国族群政治的传统啊 改变中国族群政治现状 这个这种状态啊 我想 呃 在二十世纪初 呃 兴起的这个中国国民党啊 还有1920年代 新兴的中国共产党 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呢 提出了各自的 这个民族化的 替代方向 好 呃 我想在这里就是 蒋介石呢 他是从 两个角度 把中国境内不同的文化群体呢 呃 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员啊 第一个角度是 各族群的共同历史渊源了啊 第二个角度是 中国境内的 的全体人民 他经历列强入侵啊 这个奋起反抗的过程当中 呃 所获得的历史经验啊 那么中国共产党 他是从共产国际的 民族论述的角度 来强调中国境内各族群 各自的 文化和各自的政治利益啊 他但是他又把这些文化跟政治利益 纳入了共同的革命前景当中啊 所以这两个族群政治论述都包含了 多元议题传统的延续 跟发展 好 那么第四个大的方面就 我想来来来来看一下中国这个中国境内的 不同的政治势力 还有文化群体 他们的民族化的方向啊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就是 呃 在这个整个中国步入这个民族化进程的 这个同时啊 啊 我们前面讲就是排他性的这个汉民族主义 也成为民族化潮流当中的一个暗流 前流啊 就是这个汉民族主义所要效法呢 是一种 是一种这个呃 排他性的 民族主义运动啊 他跟西欧的民族国家运动 有点差异的是 他在中间还加入了中国传统的血缘因素啊 那么这种排他性的汉民族主义运动一定会激发一种反弹 就是激发出他的对手的出现 就是那个武族当中后来他们把地狱跟这个宗族发展成为民族 就是所谓的回猛葬这些群体 他们当中的近代型的知识分子呢 他们也也分别在这些啊 就是那些意图列解中国的列强的这个有心灾花啊 跟这个意识形态的灌输之下 发展出他们自身的这个呃 所谓民族意识啊 nation的意识 以及呢 以脱离中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啊 nationalism的诉求 这些群体的所谓的民族化的方向呢 他就潜藏着跟中国国家整合啊 跟中华民族建构背道而驰的这个趋势啊 那我们看 这个呃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这里面的一个主流啊 就是说 在这个中华民族概念的塑造当中 五族共和啊 最后呈现在清朝的呃 这个清帝训位诏书跟大兴国际条例里面 他们在这里面非常强调说 这个五族作为中国全体成员的一个象征 他们跟中国的领土完整 这两个都是都是必须要完整保留 下去的那么保留下去 他们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 透过大清国际条例啊 来确定只要他是呃这个父母为中国人人者就有中国籍就就是原来生活在清朝范围内的被视为啊这个实际传统当中血缘那个中国人他就有就有这个中国籍这个在后来的呃 呃员世凯的啊建立中华民国之后很多次这个从政治的角度宣誓中华民族啊这样一个国族政策下面的这个国族政策下面的得到了呈现啊 我想呃员世凯这个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人就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解释 他是比较近代的比较有这个自觉倾向的 所以呢 在推动中华民族建构啊同时呢融入到了这个民族化业体系里的北洋政府 他倾向于否定境内的这些不同的文化群体跟民族概念之间连接在一起 啊 不过跟他对立的就是在这个正处在革命进程当中的中国国民党 还有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对于民族做出他自己的权势啊 这两个政党呢他们把民族的概念扩展到中国境内所有的文化群体上面 并且 有意的来利用这个概念的政治性 就把少数族群的政治诉求纳入到对抗县政府的整体论述里面啊 同时呢两个都接受了共产国际所推广的这个民族自觉论述 就是说他想借此呢来否定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的正当性 来否定北洋政府政治的正当性而强化革命的正当性 那在这里呢这双方都主张一个叫做民族自觉 也都曾经啊承诺说这个少数民族啊 我引用的是原来的概念少数民族拥有脱离中国的权利 那可是当国民党共产党他们先后的取得了政治资源 实质统治中国的这个呃全部或者是特定区域以后 他们双方都开始降低这个民族概念的政治性啊 开始否定中国境内的这些民族脱离中国的权利 呃我我可是呢我我我想多一讲一句就是说国民党共产党 虽然降低了中华民族之下这个各民族概念的政治意味 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清除这个概念当中的全部政治含义 好那么于是呢 这个两党啊在跟具有分立主义诉求的少数族群啊民族主义之间 在不同的政治场合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出了比较复杂的竞争啊或者合作的关系 好呃那我们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和实践啊就在这里啊呃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民族论述跟实践 跟共产国立苏联有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跟苏联他是基于不同的动机 他都倾向于把中国的这个多元文化啊全是成为欧洲的 包括呢杀黄恶国在内的一个民族现象 那么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前基本上沉寂了共产国际的民族观 包括在呃长征的路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张国焘呢 他就曾经在今天的呃四川西部呃建立了这个叫呃伯巴人民共和国呃 这这意思是藏人藏人的共和国啊呃那么在这里呢他他认为这是对于民族自觉的一个呃直接支持 尽管张国焘还有别的别的目的还有为了红军的生存啊 那么可是抗战开始之际呢这个中国共产党逐渐把共产国际的民族观跟中华民族 这个呃结合在一起就开始论证中华民族内部包含有这个复数的其他民各民族各民族啊就这个层次开始开始出现不同层次的这种论述了啊 那蒋介石的民族论述呢也跟孙中山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蒋介石把孙中山所反对的立项派立宪派那些那些主张拿进来了啊 他他在他的中国之命运里面啊中国之命运写作之前一年1942年 他在西宁对于对于这个当时呃所谓蒙回藏的王公大臣的一个演讲当中呢 就就讲到了哈中华民族首先他有共同祖先他其实是同一个祖先分支出来的这个不同的宗族啊 那么他们在血缘上是一致的那第二他也是呃现代的共同历史经验的一个产物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这里基本上是把实际传统跟西方民族论述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跟我们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建构的方向啊 他的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那相对之下我们看到这个呃小数族群那里 比如说内蒙古的这些精英们啊 他在建构他的民族论述里面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我们比较忽略的是他模仿了这个中华民族论述 包括啊孙中山革命派的中华民族论述里面追溯到所谓皇帝祖先这件事情 他们呢也要追溯自己跟汉人平行的祖先啊官 第二呢他们是受到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影响跟支持啊 他们主张这个蒙古民族的呃统一跟独立 所以统一是指这个他们呃跟外蒙古的甚至于包括跟呃布里亚特的呃 青海的这些蒙古的统一 同时这些统一之后的目标是共同脱离中国建立他独立的主权国家啊 啊那么这在这两个方面之外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运动还跟一些左翼的包括亲国民党的以及亲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啊 呃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二次战结束之后啊 呃在整个斯大林的这一个呃战后安排之下啊 他们把内蒙古的民民族运动跟中国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了 呃这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最后的呃 呃视为啊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决定了 但是外蒙古脱离中国也是在他的整个设计架构下面 他不容这个呃蒋介石以及中国共产党去改变他的决定 执意他的决定啊那这个有趣的是啊呃新疆的这个突厥与穆斯林的主要就是今天的维吾尔维吾尔 他们的这个呃民族的认知跟实践跟内蒙古这些人非常像啊 也是一方面他们模仿了汉人这种模仿我们忽略的更多 其实模仿的非常多那么第二方面他是受苏联的强烈影响 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呃介于做担任的奇妙中介者的人物叫做盛世财 就盛世财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实质统治者 这个实质统治者呢借用了呃苏联的民族理论 在新疆的进行了所谓呃民族的建构 这个民族建构包括今天新疆的所谓这个人口最多的那个群体叫维吾尔 他的建构跟盛世财借用苏联理论的建构有非常大的 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盛世财又服从啊 这个斯大林对于呃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一个整体设计 因为斯大林不希望新疆脱离中国 让苏联变成一个背上一个侵略者的这个这个呃十字架啊 那么西方可能会质疑他啊那所以这个盛世财呢是做了一个中介者的角色 他对于后来啊整个194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政策 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好那比较例外的是呃 在20世纪的西藏上层还西藏知识界他们也在我们看新海清朝末期 还有新海革命发生时也想找到那个机会去脱离中国 可是他们基本上嗯没有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其实他们是把传统西藏的宗教政治啊重新放到最高的一个位置上面 他们把那个宗教政治当中呃从元朝开始就跟中国就密切相连的那一部分 切割开来他们在进一步创造自己这个宗教政治至高无上的一个神话啊 这个我想西藏的族群政治是我们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对象 他是在整个的呃亚洲的一个民族主义风潮当中呃 比较多的借用传统资源的那一部分 当然西藏我想他是受到现实的制约了啊 因为我们看到西藏呃他们实现他们的所谓脱离中国目标 最佳的时机是在抗战的时候 可是即使在抗战上他也发现这个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者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在空间上面接近他们 没有办法在实质上面帮助他们 他们的脚下就是重庆啊 那么他们要去实行这个政治动作风险很高 我想西藏的这个处境跟后来西藏每次发生这个所谓分离主义运动啊 或者是叛乱他所面临的一个局面都没有改变 到今天为止 我想这个在达安斯拉拉流亡的这些分离主义者 他们应该也会体认到这一点 那呃我们讲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 就是这个冷战的悄然兴起跟这个这之后的国际政治格局 他其实有利于现存的民族民族国家 比如中国他得到国家整合啊 跟这个呃维护他的主权边界利益啊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我想中华民族的建构跟整合进程的 其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啊 中国境内的这个民族分离主义被视为对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啊 那么中国的这个少数族群呢也得到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安抚啊 那呃中国的传统当政治当中的这个多元议题啊 于是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化的方向 可是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建立之后的这个民族化的族群政治里面 我们看到他有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坚持 但是这个坚持中间呢 啊在我个人的浅见觉得他存在一些内在的冲突 就是在民族识别这件事情上面啊 他一方面约束了呃大的群体 就是呃蒙古维吾尔藏的分离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呢 他又制造了一些小的族裔群体的这个民族意识 这之前意识这种意识是没有的 就对这个变成一个双刃剑 那么呃尽管这个民族识别跟苏联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最关键的差异在于对所谓资本主义的认知 不一样就苏联认为谁谁才是民族 但是必须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人才有 所以只有俄罗斯乌克兰等等这个才有 至于至于这样图瓦人那个不是民族啊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大家都是啊 包括这个阿瓦人基诺人这个也都是民族啊 这是有中国政治自己的考量 那么另外民族区域自治跟苏联的这个邦联制度下面的 呃这个族群政治也不一样啊 那个邦联制度下面他理论上他是独立国家 他当然他的主权像苏苏联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做了一定的让渡 可是理论上他还是可以单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 比如乌克兰跟白俄罗斯 那民族区域自治有一个前提他不能脱离中国 可是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在这个民族这个概念跟自治这个方面 他都潜藏了一个呃在这个所谓民族理论跟自治理论里面的一个中间状态 过渡状态的危机啊 因为民族未来可能有一个目标就是民族要独立啊 自治有一个目标是我政治的完全自觉啊 政治完全自觉 所以这个呃实践当中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盲点 我想这个中共上的实践当中一方面 呃把这个呃汉族跟少数民族这两个概念啊 经常是对举对举就变成了说 有这个二元的划分啊 那么看起来好像把这个传统的华仪又移到现在了啊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呃 面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呢 常常被简化成为华夏传统 华夏文化 比如讲到中中华民族祖先 经常说我我们是炎黄的炎黄子孙 可是这一点他不能够去完全含过非汉人的祖先啊 在这里就就就就就制造了一个漏洞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些东西哈加在一起 呃他意外的强化了一些原来没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少数族群的政治意识 当这个政治意识出这个出现之后 他又反过来去强化了汉人的族群意识 因为有非常多的汉人认为自己是在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下面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黄汉的还是汉民族主义的这个主张 他也都前所未有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的这个性质 他的他这个性质甚至有一些行动在我看起来有点超过了在清末的汉民族主义革命派的主张 而这个这种主张是完全有害于中华民族的建设中华民族的整合的啊 所以那么回归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民族这个概念啊 那么不论我们怎么样去强调他 他跟原来那个nation的差异 我们是说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叫MNZU啊 根本不应该去反作nation 可是我们不已经不能够改变 他是由nation翻译而来的概念 这一个继承现象 也就是说中文世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他一定有中国传统的一面 可是也一定有西方概念的那一面 好同样呢 nation概念的发源地 在理解中文的民族这个字的时候 他也不可避免的会用nation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内涵 有的时候是恶意的来理解他的内涵 所以这个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族群而言一样啊 你他被称作民族这件事情啊 也让他对于民族的内涵 民族的诠释他充满了一些期待 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概念呢 它是比较符合nation的原因的 其他被称作民族的概念 跟这个民族的原因有很大差异 这个翻译的这种混乱啊 是我们我想应该去正视的一件事 不是简单的把它改成mizu就可以解决的 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 我想我今天跟大家的报告就在这里 期待大家的批评跟指教 好我们谢谢吴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么我们请宋念生宋老师来进行评议 宋老师 好谢谢乃希的邀请 然后我今天也是非常荣幸 能够跟吴奇纳老师有这样一个交流 我看了吴老师很多的文章 然后最近呢 也看了吴老师做的 在观视频做的一系列 从讲民族到四大明著的这些论述 都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 今天吴老师在讲座的时候呢 提到的那篇文章 我想可能是指他最近在新史学 是不是新史学那个杂志上 发的一篇文章 我看那个题目叫 族群政治形态的流变 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这篇文章也是引发了就是 我们周围的一些对民族问题很关心 对中国历史很关心的 一些同人们的很热烈的讨论 因为吴老师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创新性的观点 他把整个近代形态 国家形态的流变呢 从元朝开始算 就是元明清来讲 他是有相当强烈的一个统一性 不管是从政治治理方式 以及是对于胡桓庸县两侧的 这种不同的生态族群和政治体之间的 整合和融合 所以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更多的老师和同学 能够去读一读 这篇非常有这个启发性和创新性的文章 那么我理解今天吴老师的讲座呢 可以说是从这篇文章的基础之上 在进一步生发 把时间线索更拉到了1840年以后 批判性的去理解 为什么在1840年以后 中国的传统政治 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 在形塑形态上有个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 吴老师用的词叫做民族化的一个改变 但实际上来讲 整个这篇演讲 我听下来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感受 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对民族这个词 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理解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照的翻译 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政治实践 又给了这个民族这个词 这个借用过来的词 一个新的这种含义 那么这个新的含义 它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我们都要充分的认识 这是我从这次的讲座里面 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性 那么从吴老师最后讲到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 汉语拼音的方式去解决掉 我们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这里在座有没有 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 中央民族大学现在就是 就是用民族来翻译这个Nation 所以吴老师说了 你们这个改校名不能够改变 实际上的这个我们面对的这个困境 这是一个偷懒的办法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但是从这个角度 这个说开去呢 我恰恰是觉得对于Nation这个词 我们也许可以有更为细致的 这个历史化的理解和考究 比如说实际上Nation在 吴老师笼统地用了一个西方的这个帽子 在西方内部 它不同的国家对于Nation 其实它的定义的倾向性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英国 法国 德国 这几个最主要的国家也包括俄罗斯苏联后来 它对于同样一个词的定义 是有非常强烈的不同的倾向 这跟他们19世纪的帝国竞争 有极其重大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今天通行的这种 以这个所谓的政治体 就政治认同建立起来的这种Nation 这个概念其实是更接近于法国革命以后 这个消除了这个贵族政治以后 拿破仑这个建立起来的新的这种法兰西的认同之后 跟这个更为接近 这个是这个欧美学界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 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Nation 并不是最流行的政治形态 那么这个流行的政治形态有很多种 尽管很多人会强调说 我们强调一种Nation的自觉性 或者是自我的主体性 但是它的含义又不同 比如说德国 我为什么尝尝德国 因为德国这个在翻译成 这个在运用这个Nation的时候 它是非常注重文化 和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 语言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意识 所以德国对于Nation的这种理解 是对于日本人 对于民族的翻译 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我们知道汇集巴述 他在翻译这个Nation这个词的时候 他更多的是 援引波伦之理的这样一种理解 所以他是从德语的这个文化系统中传承下来 那么强调了他其中的文化共性 而梁启超再从日文翻译这个民族的时候 不自觉的也把文化共同体 再加上刚才郭老师讲的这种血缘 血缘共同体的意识 引入进来 形成了中国的这种民族的概念 那么有趣的是实际上 我们发现东亚 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的民族国家 都用民族这个词 来对照Nation 但是中日韩三种这个这个政治体系里面 他对于民族的理解也有着微妙的差异 比如说韩国朝鲜 Mindjok 也是写成汉字也是民族 这个民族里面在他20世纪的反抗日本 压迫反抗殖民的这样一种实践的过程中 生发出来非常强烈的 比中国的这种中华主义 要更强烈的一种单一民族的血缘意识 和共同祖先的意识 甚至呢为此不惜的去 去塑造一个 一个神话性的一个祖先传说 然后把这个血缘的群体 严格的和他的语言和他的生存地域 去对应起来 所以这个是在历史过程形成的 韩国的Mindjok 这个意识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主要的一个系统 而日本他在讲到民族的时候 一方面他有一个帝国主义扩张的 对于政治体育按照这个种族族群去划分的这样一种意识 当然这跟他强调说这个满蒙非中国 是吧支那是这个这个这个 是只是大清帝国之下面的一个部分 跟这个意识有关 但同时日本对于自己的一个民族的一个论述里面 又包含了去整合亚洲其他的 被白人的这个殖民文化所压迫的 这样一种弱小民族去起来抵抗西方殖民的这样一种意识 所以尤其是在东南亚的这个这个这个 二战期间东南亚的这样一种特别复杂的 就是既受日本侵略 但是日本又扶植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然后去来对抗欧美的这个这个这个殖民压迫的时候 他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民族论述 又跟中国和韩国那个地方的民族翻译又不一样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亚 每一个这个群体政治体 他对于民族的理解和对于民族的实践 都存在非常微妙的差异和不同 这里面就是更要就是要求我们去细致的考察 这个概念它的流变是什么样的 以及用更跨区域或者是跨国家的这种角度 去理解这个民族概念引入之后 对于各自的这种历史实践和政治实践 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只有这样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反过头来 理解中国的这样一种复杂实践 一直从清末到北洋到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民族论述的 这个这个线索呢可能会有一个更充分的一个理解 其中我觉得有哪有有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值得讨论 有一些是老问题 比如说到底我们所说的民族对应的是哪一个层次的民族 是nation呢还是ethnicity还是state还是什么 这个有很多很多人就讨论过这种其中的复杂性了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也是想听听吴老师的意见 就是如果我们正面的去回应民族到底是什么 这个很困难的话 能不能从反面回应 就是说什么不是nation 也就是说当我们引入nation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或者是西方创制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的对应物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是民族国家 就是在民族国家这个脉络下去理解的话 似乎它的对应物 就是说不是nation的这种国家体 那就是安排 那是帝国 对吧 帝国是一种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政治体 是由大多数的帝国它强调 比如说是一种多元统治 对于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统治方式 那么很多是贵族式的 也有时候也是文官式的 然后呢 它是一种无远福建的 没有明晰的边界 没有特别清晰划分的领土 而形成的一种政治体的概念 那这里带来就另外一个 这是一个通行的概念 因为我们说民族国家兴起 是替代了原来的帝国体系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学者也提到了 说帝国和民族国家 是不是一个二元对立 是不是一个对立体 因为最早提出这个nation 和实践这些nation的 这个理念的国家 恰恰是帝国 就是在19世纪 我们清朝 就是清朝和20世纪初的民国 面临民族主义危机的时候 是 它面对的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危机 而这些帝国主义 它奉行的原则是帝国主义的原则 恰恰不是民族主义的原则 尽管他们可能用nationalism 这个词 但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是殖民性 而我们很多国家 不光是中国 还有就是说很多20世纪中后期 解职以后的这些前殖民地国家 当他们获得独立以后 他们采用的这个民族主义论述里面 恰恰继承了很多殖民主义的民族观 比如说这种血缘宗教文化的一种共同体 排他性的共同体 然后和领土国家这种意识紧密的结合 我们看到比如说印度 印度也是存在一个很很复杂 很麻烦的一个 这个这个多元的一个民族区域 然后印度的领导人 不同的领导人在不同时期 也试图创制 这个他们自己的民族观家的论述 来整合这样一个非常散乱的 这样一个政治文化体 那在印度的实践过程中 恰恰体现了对这个英治印度 英治英属下印度的 在很多政治实践上的继承 而不是反抗 比如说对于领土的这样一种认定 对于这个制度的这样一种认定 甚至于就是说这个 印度独立以后 可能更全面的全盘的继承了 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一些实践 那么这就让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到在什么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民族国家 是对以前的政治形态 对于帝国的政治形态的一种反动的 还是说民族主义这种论述 本身它就衍生于一种很强的 帝国性或者是殖民性 它只不过是同样一枚硬币的 不同的面向 这个是我就是也提出来 因为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 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实践和亚洲其他国家的 包括这个非洲拉美的这些国家的实践又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声称自己是民族国家的这些政治体 它在实践所谓的民族自觉的时候 它体现出来的样貌都是不一样 非常非常的不同 那包括西欧本身 我们不能够把西欧当作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体 西欧从这个过去的这种贵族政治 到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民族国家这种体系 它中间的继承性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的这种所谓的一元一体的这种格局 这种概念 也是在早期全球化时代和非欧世界的不同的交往过程中 才逐渐逐渐形成的 过去我们认为好像Nation State的这个体系是欧洲独立完成 但是这个最近的很多学者去挑战了这个观点 他说实际上并不是 恰恰是因为有了大航海 因为有了和非欧世界的交往 接触 冲突 谈判 妥协 殖民 欧洲人才逐渐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观念 那这政治观念透过非塞法利亚体系塑造了这个 现代欧洲政治的一个基本的样貌 所以它本身的那个实践也是非常灵活 而且是不断的处于变化之中的 因为西欧前进代也不是以内申为基础 那它的变化过程和中国的变化过程相对照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一个点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吴老师讲到的一个线 我觉得今天听起来也很有奇葩的一个 就是他说这个从元代开始 就13世纪末开始 那么胡焕雲县两侧的过渡地带和过渡人群 作为一个中介作为年和季 联合了这个传统就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这样一种联系和交往 这个让很多人可能不光是我都会想起来 这个拉铁摩尔讲的这个长城县 这个长城县呢 它的一个我接下来一个要点就是说 它认为在长城县两边的人群 它的身份认同是非常不固定的 这个是随着气候的变化 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会产生很大的游移 比如说如果碰到了这个冰河期 碰到了气候变冷的时候 整个这个农业区往南撤 那么在那一线的这个原来是游牧的 这样一种生活状态的人群 可能就会向南慢慢扩张 然后逐渐逐渐的融入了农业区 他们也就变成了汗的一部分 那么反之呢 如果是这个温暖的时期 当农业这个生产适合往北迁的时候 那么农业人口也会过到长城的另一边去 逐渐逐渐的呢 去跟这个游牧民族相融合 可能又会变成了非汉的一部分 所以他是强调这条线两边的 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那么这个和吴老师刚才您讲的 这个湖汉庸县的两边的 所谓过渡人群和过渡地带 是不是类似的一个概念 或者您觉得这个他们中间 这个一个不一样的有差异性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也是我是想听听这个 吴老师的进一步的解释的 好 后面最后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每一个概念 因为近代中国 也包括东亚 引入了非常多的 西欧的概念 这些概念是透过翻译 来内化成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这个这个汪老师在进座那个二世纪 短二世纪诞生的里面也提到 我就是你在概念 内化成自己的时候 它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含义 那么刚才吴老师提到这五个阶段 实际上都是中国的精英 政治家在实践过程中去赋予 这个nation 这个外来的外界的词 以本土的新的含义 那么中间的实践过程里面 有的是比较成功的 有的是比较失败的 有的即使是在当时是可取的 但是也给我们遗留下了很多教训 我们也需要去注意的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革命 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 在民族化的这个过程中 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因为整个这个线索 讲下来来讲 好像对于这个革命本身的遗产来讲 我觉得还没有特别的去重点的去强调 好像这个吴老师在讲到这个中央共产党 这个民族论述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在前期就是和和这个国民党在争夺政权 然后在抗战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论述 但是在后期当他吸纳了更多的是 费好通林奥华这些人的这个民族观点 包括苏联人的民族观点 在进行的民族实践的时候 他是指向一个未来的一个民族国家的速成 所以这个民族划分 他并不是一个对于历史的一个认定 而是一个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个设定 因为他是为了召开这个人民大法大会 然后必须要设定一定的民族席位 然后呢不能把这个民族划分的过细过多 所以指定了这个这个56个 最后形成的是56个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安排 而是为了政治目的形成了一个政治安排 那么这种民族的认定和识别 或者是塑造建构也好 他如何放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下 去给予理解 这个也是我想听吴老师更进一步的去阐述的 我的点评零零碎碎就到这里 然后后面还是主要听吴老师更进一步的精彩的论述 谢谢 好啊谢谢宋老师精彩的评价 那然后我们请吴老师 请您做出回应 我非常感谢宋老师的指教啊 因为宋老师这是高屋经理 他又提出了这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 那么特别是在这里对于这个 首先是讲到Nation这个词 本身它的源头就有从历史上跟现实当中 非常多元化的状况 而且我们放到今天的欧盟跟英国的这个关系 以及这个又加上他们在在美洲的这个衍生 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 这些国家 他们是不是都是依照这个Nation 或者是他们这个一个同样的一个模式 原理去发展 以及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跟传统Empire Empiritualism的这个关系 它都非常复杂 那么假如透过对他们的这样一个探讨 我们也许可以对Nation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典范 做一个重新的检视 反过来对于这个中国的民族化的议题 做进一步的更有意义的探究 我想这个宋老师这一点 那对我的启发非常的大 那么讲到亚洲呢 我也发现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今天的欧洲呢 德法之间 他们可以去共同的写历史教科书 但是我们近代同样的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 这个中国韩国越南 我们这三个国家放到一起 去写历史教科书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更何况如果要把日本加进来 日本的这个经历非常复杂 它也受有受西方侵略的这个历史 但是它本身后来也变成了 一个侵略亚洲的一个这个来源地 那么把他们跟周围的这些东亚国家 不要再扩单的到西亚南亚去 一起写历史都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呢 就包含了怎么样理解民族 理解nation这个字 因为我想宋老师这个讲得非常好 那么您讲的这个民族到底对应 哪一个层次 我想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 作为曾经的天下 曾经的王朝 曾经在元朝之后 我觉得它又是一个比较有明确 这个边界的这个领土国家 它是不是可以跟 nation来完全这个对接 对应我想是中间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才使得我们今天一直到20世纪的后半期 才比较明确的确定一个中华民族建构 是朝哪一个方向去 那么那那之前这些阶段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在在这个磨合 衔接当中里面碰到的挫折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想这个这个我刚刚提到 就是关于史记这里面提到的一个正统观念 血缘观念 它在中国政治里面的影响 在西方的nation理论当中 那么国家理论当中 能不能够找到对应物 甚至于讲到这个他们的unpire当中 能不能有这个正统的对应物 恐怕都有一点困难 而这一点去解释我们在在中国 在东亚的这个族群政治地缘政治 可能是非常需要去进一步去去深究的问题 是不是有这一个这一个对应体 这个所以我们看到您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什么程度上nation是对于 imperialism的一种反动 我们反而看到亚洲在战后的 这个这个去殖民化的运动 民族独立的运动 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当中 它把西方所带来的一个殖民侵略的遗产 这个进一步衍生出来了 那不仅是您提到的印度 包括中国的邻居这个越南韩国 甚至于菲律宾 他们这个已经跟他传统的这个历史 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断裂 那么他们如果没有imperialism的这个遗产的话 他们也没有现代民族国家 他们跟中国的冲突将不会存在 而这个冲突其实是几方的因素 尤其主要是西方因素带来的一个影响 所留下的那样一个遗产 同样这个西方本身您特别提到 我很赞同就是说 他们自己这个体系的形成 包含他们对非欧洲以外的 这个世界的接触跟妥协 那这个妥协它也在动态的调整 他们自己跟世界的关系 这个世界关系 包括今天对于中国的包围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调整是 是有时候做的很大 跟他们自己所宣称的理想 不管是Nation方面的理想 还是他声称为 声称是这个所谓自由的民主的理想之间 都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 他一直也在动 那您这边特别提到关于这个拉铁摩尔的长城线 跟我所讲的过渡地带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他们之间 有相当程度的重合 我觉得拉铁摩尔当时因为他还是先驱者 他的关怀 那么应该是 那那个时候是超越前人的 一个特殊的观察 那么我的跟他的一个差异在于说 我觉得这个过渡群体 他不简单的是在所谓的游牧跟农耕之间 或者是在华谊之间 在汉和非汉之间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转变 而在于说这个 过渡群体的 本身的主体性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在两边 就是他面对 他所 过渡的 他中介的这个两边都有连接 而这个连接当中 他们又坚持他们自己 所以我对于这个近代中国族群政治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里面的一个 一个这个 发明发现发明跟制度创新 我是觉得蛮佩服的 就是说 对于这个民族识别当中 识别出这些人数比较少的 位于湖幻阴县 尤其他的南侧 就藏仪走廊的这些少数族群 他们在中国政治里面的作用 在中国族群政治里的作用 在中国的国家整合里的作用 那中国共产党做的是 是是非常的 我想是是有很大的发明 因为他从传统里面继承了很多 比如从元朝明朝清朝的吐司制度里做了很多继承 但是同时你也提到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在中国革命里面的一个地位 那么我记得上次在清华也是那个高院院的这个会当中 有西南大学这个李放春老师 他有提到关于土地改革跟族群关系 虽然他没有展开 但是我想把这个所谓少数族群的利益 像土地的利益考虑到里面去 那这个传统吐司制度的这种做法 恐怕就没有办法去因应他的需求了 那么假如不用中国共产党的 在这些同步实行土地的改革 那名称当中就叫做民族改革 假如说不做的话 那么这些过渡地带的少数族群 他能不能够 他的利益能不能够得到照顾 他能不能够还会发挥那一个去中华民族的 联合纪的一个一个这个角色 都是有有疑问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民族识别 如果把它放到中国革命的脉络下 我目前能够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他跟这个苏联的模式 是他让他跟苏联模式分到扬镳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分道点 就是说这个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比较多的坚持说 我要把国内所有的族群 都当做一种平等的这个对象去看待 尽管我他都用了民族这个字 我觉得这个字还是 还是我们需要考虑他的副作用的 但是他把它当做平等的群体 这个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合 首先从这个角度是有非常重大的益处 第二呢 对于人群之间真正的平等 他有很大的益处 就是我们去掉了说 对于整个西方历史当中 他所延续来的历史发展阶段 包括是个西方史学里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他把历史发展这个阶段论 目的论 线性史观都都放进去 那么所形成的 对于西方历史的一种对应 一种应对 那么放到中国历史里面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做法 这个是这个中国革命呢 我想他造成了在中国的族群 后来被称作民族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个不同效果 这个不同效果我想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当然有一段时间是很乱的 尤其是从这个他的1966年到1969年这段期间 曾经出现了这个比较大范围的动荡 那这个动荡也发生在中国的边疆的区域 那么可是在这个时候的边疆区域里面 是不是发生了重大的族群冲突 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冲突 可是他的族群兴趣不是很明显 比如在新疆 那么有好几个派系 可是在每一个派系当中有激烈的武斗 但是每一个派系当中都有维吾尔哈萨克以及汉劳 还有那个回族 蒙古族这个都有 他不是依照所谓族群的边界来划分 今天内蒙古他有所内人党事件 对现在听起来敏感 但内蒙古事件有些权势 把他权势成为这个种族的灭绝 在我看来他跟种族没有关系 因为同样在内蒙古 这个汉人受到这个冲击 或者乃至于所谓政治的排挤的这种比例 不见得比内人党的成员少 很可能多了很多 就这样的统计其实非常容易做 我们放到其他非民族 省级民族自治区 比如说在云南省四川省 这个也是同样的情形 也很多 那么我是用了一个 我用了一个不是正面的例子 听起来好像是质疑革命的例子 但其实反而证明说 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面 他以阶级的论述取代了一个民族的论述 而这个论述它达成的效果是我们今天有所低估的 我想我先回应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吴老师的回应 那文科高音所的汪辉教授 现在也在这个会议室 然后我们请汪老师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议 汪老师 好 可以听到了吗 现在 可以听到了 谢谢 谢谢这个乃琪让我说几句话 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吴老师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讲座 我也看过很多吴老师的文章 也听过您之前包括我们的会议的讨论 我觉得非常的受启发 也谢谢念山刚才的这个评议 这个首先是表示感谢 本来没准备再说这个乃琪让我说 我这样我想也提几个问题吧 其实一个我刚才想提的也是念山刚才 吴老师做了比较充分的回答 就是实际上要讨论这个中华民族的问题 离开20世纪 特别是现在中国革命这个过程 是不容易讲清楚的 除了概念上而外 刚才吴老师特别提到了土改 我只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自己在云南贵州这一带走的时候 跟当地人聊天 他们一直跟我说两件大事 对他们的认同有重大影响 一个就是抗日战争 他们很多从山里面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 其中很重要的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所促成的动员 带来的一个国家的意识 以后后来包括这个广播电台 电视台这一类的传播工具 发生的重大变化 对他们都有重大影响 而这个背景 基础性的背景 跟土地关系的改变 有重大的联系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民族 而是整个不同的族群 而是整个社会都卷入了同一个过程 才产生出这个基础 所以就它的动员力而言 我们可以看辛亥革命后 那么多的分裂战争 但是在这个分裂崩溃战争的背后 形成的一个更加紧密的连接关系 这个理解 这个连接关系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 就它的政治共同体的这个紧密度而言 所以离开这个过程是不容易解释的 所以刚才吴老师 我是呼应一下 刚才念山的问题和吴老师的这个回答 我后面有两三个问题 一个是吴老师提到 就是中国跟西方 特别是欧洲的区别 那么你讲到中国的这个政治一体文化多元 当然我的理解就是你的这个论述的背景 就类似于贝奥娜所说的 这个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统一 构成了这个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 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但是呢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有两个方面值得考虑 过去冰旺 王国斌也说过 因为中国的政治体 它的政治 国家的这个形态 它的起源 它的这个程度 统一程度远远高于欧洲的这个近代国家 它的起源非常高 所以冰旺曾经有一个论述 说中国历史上 可能欧洲始终没有达到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的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早已经达到 这是跟我们一般说这个 我们今天说文化多元 政治一体的论述有差别 但是它没有解释什么是文化 因为我们今天的讨论 主要是讲了民族这个词的翻译和它的来龙去脉 但事实上文化这个词 也是二十世纪才翻译成为中文流行起来的一个概念 而文化这个概念当文化边界跟政治边界的统一这个命题的出现 文化本身就是指民族文化 一定程度上有同一反复的嫌疑 因为那个时候是跟早期罗马帝国或者是这个拉丁帝国之间 它要强调每个民族文化跟自己的民族政治之间 它的边界的合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文化概念是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只有经过了民族的冷静 才能被解释的一个才能讨论标纳这个命题 而它并没有清晰的解释这个关系 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共同体 它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边界跟政治边界 事实上可能是很早就有统一 只不过就这个文化概念而言 不能够只是经历 用这个近代欧洲的民族文化的冷静来观察它 它自身的多样性 无论是讲元代到清代的这个 还是之前的历史 我们看这个儒家文化或者是 甚至更早对诗经的阐释里面 商周之际的这个变化当中 它解决不同族群之间关系 早已经有一套文化和政治在里面 所以文化的本身的高度的弹性 跟政治共同体的边界的弹性 是有重叠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能够说 它原来不是文化跟政治的边界的统一 只是一个欧洲现象 问题可能前提是需要对文化的概念 和文化边界的范畴本身 加以重新的解释 才能解释这个命题本身的意义 也就是欧洲民族主义的解释当中 这个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统一 这个命题本身 需要重新加以界定 不仅是从民族概念 也要从它的文化概念的 这个兴起和翻译过程 我们放到中国的历史里面 也需要重新解释这个命题 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 关于民族跟这个帝国的关系 这个念生刚才提到这个话题 我的一个基本的基础性的感觉 当我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 初期介绍民族概念的时候 事实上当时很多的媒体 就中国的这些留学群体 尤其是他们反复地在界定 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差别 在界定旧帝国和民族的差别 这一点是他们是自觉的 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梁启超他自己最早使用了 他用了民族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他用的是民族帝国主义 20世纪他跟杨戈 我认为以后杨戈的叙述 也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他们把这个时期出现的帝国主义 作为它的核心概念 背后的民族是带有同构性的 跟原有的帝国是不同的 甚至跟拿破仑帝国也是不同的 这一点在他们的一些文章和论述里面 都存在 这是一点 民族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它拥有的意义 这样才能够解释 刚才念生说到印度 其实日本也有 日本在像东南亚殖民的时候 他并不简单地强调民族性 他也强调多元性 这是过去这个酒井植树先生 这个Naoki Sakai 他用了黑格尔的否定是否定 那个否定论来解释这个 就是帝国主义的黑格尔主义 为什么是可以把多样的东西 纳录到他的 这个帝国主义扩张计划当中去的 所以这个民族 梁起说在1900年前后 开始使用民族帝国主义这个词 是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帝国主义本身 包含了这个逻辑在里面 而阳度 刚才那个 那个吴老师提到 这个阳度他们 我觉得阳度提出 这个五族立宪 这个总的来说 他们不太讲五族共和 还是讲五族立宪 五族立宪的这个论述背后 隐含的是对19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这个民族国家到19世纪晚期已经在示威 这个在金铁主义里面已经看得比较清楚 他意识到民族较小的主权国家体并不有利于全球性的竞争 所以他注意到的是美国这样的国家 注意到包括旧的沙俄帝国拥有广土重民的这些老帝国 所以他认为 而且梁启超跟他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 认为20世纪民族国家会大量的减少 最后可能只形成少数的竞争的大型政治共同体 所以他们有一个在这个背景下 重新思考帝国的这个框架 那金铁主义的这个论述 实际上是针对这个而来的 他的整个那个全球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再思考 是基于对19世纪欧洲民族模式的一个反思而起的一部分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讲中国传统的这一面 而忽略他同时在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整合趋势 那中国的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建设 跟这个整合趋势之间的关系的话 可能那个以后他讨论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问题 跟他的当代意识之间这个关系可能是需要 我个人觉得还需要有一点那个更清晰的一个表述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跟这个相关联的唯一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 问这个吴老师 就是您刚才讲到 你说孙文是反对武族共和的 其实他的对立面是讲武族共和的 我的理解是孙文自己变化很大 早期您讲的他是大汉 是汉族汉民族主义这个驱逐达鲁 这个恢复中华 但是确实他的大总统 临时大总统这个宣言吧 这个里面确实指出了武族进行共同体的建设 中华民国的这个一个基本设想 他以后明确的批判武族共和 我的印象是基本上要到特别明确 他早期的还是有 他自己说他有跟同志们辩论 但是似乎是到伊斯大战期间 尤其是到1919年以后 1919 1921 1923前前后后 他批的特别多 批评这个武族共和论 也就是说在建国这个过程中 所面临的这个条件下 他把这个武族进行的这套理论接过来 这个短暂的这个阶段可能还是存在的 那到底怎么去 这就怎么去解释 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宣言的这个解释 就是您刚才讲到这个武族共和 这个论述的这个问题 跟这个直接相关的 我觉得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比较多的 涉及的是民族文化 还有一个范畴是国家这个范畴 因为国家这个范畴 一方面是我们当然早就有国 而且我们俊献制国家 俊献制的这个国 起源的非常非常是早 所以这个今天也有人把它看成是 早期现代的一种一个政治争后 但是我这简短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实际上就像民族和文化 都是在20世纪被重新翻译使用的概念一样 所有的国家概念 几乎都是被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 这个范畴的棱镜所造出来的一个国家形态 但是就政治共同体而言 这些国家其实存在着多种的不同的形态 那因此我们需要也要打开 除了民族这个范畴之外 也要打开不同的政治共同体 它我们在国家框架下的这个 这个国家概念的这个范畴内 它的多重的这个可能性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对于理解 包括中华民族 包括文化和民族边界这些问题 产生一个新的一个认知 不但是古代的这个国家问题 因为我们用 如果把帝国跟民族国家作为一个 你刚才批评了的这个 我同意这个批评 这个二元性的这个 那么国家这个 帝国跟国家本来并不是一个二元性关系 我们在中国的这个王朝建设 多元性的王朝建设内 它其实存在着强有力的国家传统 因为这个过去这个像这个 这个MIT那个政治学家叫什么来说 讲这个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 这个或者是文明或者是continent这一套论述 这些认述的一个背后背景 都是在冷战的这个背景下 它否定作为中国作为国家的形态 是否定中国存在着自己的政治文化 其中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意思 是说中国不存在民主的可能性 这个它的背后的是民主民族和国家的连体 这个人静是完全是欧洲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需要打开国家这个范畴 它的这个多重的意义 我们尤其到了20世纪经历中国革命之后 由于政党的独特的形态 由于这个国家跟这个政党 而且跟一个社会主义进程之间 发生的这个紧密的关系 使得这个国家形态也不同于 既遵循一个国际体系 好像也卷入一个国际体系 但是同时它又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异性 而且这个卷入国际政治体系的过程 也不简单的是屈从于一个既定规范的过程 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 中国的这个跟第三世界的关系 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用这些东西来介入国异的 这个来获得自己的主权地位的这个政治过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的既是一个前头有些是我的一个评论 就是说扩展吧 沿着吴老师的这个对民族问题的这个思考 我想提出这个 其实文化和国家这两个范畴 在重新理解民族问题上 它的这个重要性 由此我们来思考 近代欧洲的民族理论 它所预设的一系列范畴 从一个更广的一个范围内 对它进行重新界定 一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想请吴老师 再具体的讲一讲 你对孙文的这个 刚才的这个论述的一个看法 谢谢 好 谢谢汪老师的评论 那么由于我们的时间呢 现在是比较紧张 那我想这样 我们刚才呢 也已经搜集了来自观众的几个问题 那我在这里呢 一并把这些问题 抛出来 然后提问给吴老师 然后最后呢 就请吴老师针对 各位老师的这个综合的评论 和这个提问 然后进行一个 最后的总结式的一个回答 好吧 那我这里有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呢 是请问吴老师 1759到1884 也就是新疆建省之前 清朝呢 是如何完成了 对新疆的宗教政治构建 进而实现了 对于新疆的有效治理 那么能不能结合 元朝的边疆治理经验 而进行一个比较式的研究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吴老师您好 您刚才提到 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 是出于对这个minorities 这样的一个少数族裔的 这样的一种优待的概念 那如何理解 美国当前种族族裔话语 对我们现在民族关系论述的影响 那同时呢 在现实之中呢 我们也知道部分少数民族的人群呢 它的处境实际上是很不错的 那么似乎不需要从实质公平的角度 去予以补足 那当然我想提问的人应该是有法学背景 那么在当前的社会当中 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呢 好 我在这里要补充的两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请吴老师来进行一个回应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汪老师 还有观众的指教 汪老师的这个 我想这个对我最大的启示是 我们 我一个感受啊 就是我们历史学啊 在在整个的二十世纪 一直到现在为止 其实相当程度是缺乏问题意识的 所以历史学 流于这个普通的传统考证这个部分 还是太多 他因为没有问题意识 或者是缺乏这个 比较高屋建林的问题意识 所以在对历史的诠释方面啊 他的成就是受到一定限制 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 都这样一个优秀历史学的 还是还是有 但是多数的人呢 会受到一个 传统历史学缺乏问题意识这个 这个限制 那所以汪辉老师在这里 其实我想整体而言 他对整个 这个现代中国 现代史的这个研究 他是有非常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很大的注意的 那汪辉老师在这里面提到 关于这个 现代中国革命 那里面讲到这个 抗战跟文革 还有这个传播工具 在云南贵州山区的影响 其实这个让我提醒到 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在抗战生命 70周年的时候 我就讲过啊 今天的这个台湾 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有一大的 有一个很大的隔膜 就源于他们缺乏 共同的历史记忆 那云南贵州在这个时候 从抗战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 整个中国建构 共同的历史记忆 而在台湾在抗战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历史记忆 跟当时的抗战的 中国人民这个主流的是 是是有非常大的隔膜 它是正如相反的啊 那么到了这个 很短暂的一个 一个中国统一的之后啊 那么双方又进入 进入这个冷战 以及后冷战时期 这个这个对峙 他的历史记忆是非常 这个我想这是相反 冲突的 这一点使得 双方没有办法建立 有效的紧密的连结 这一点 其实我想双方真正的 核心的历史经验 其实是一致的 都是这个帝国主义侵略的 受害者 但是对于这个受害的 这个两边精英的权势 看起来是南辕北辙 那么这样一个现象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 尤其提到 对于Nation的议题 还有王老师所讲的 国家这个议题啊 那那需要是 我想知识界啊 那要去做一个 大的整合工程 那那王老师提到 关于这个 这个整合这个议题啊 就是中国的 这个政革文化 可能很早就有 整合的这种现象 我想这个对我 启发也非常大 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文化 这个在 在中国的文化 其实它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 是政治性的 中国周边 不管是今天的 这个汉字文化圈的 日本韩国越南朝鲜 他们这个能够建立 一个具有近代性的 这个国家体制 应该是跟儒家文化的影响 有非常大的关系 而这个儒家文化 本身也可以说是 这个这个国家 构成国家的重要支柱 还不只是意识形态支柱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 郡县官僚体系 拿过去 如果说没有这套东西的话 今天东亚世界 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相反呢 我们看到说 在今天的蒙古 新疆西藏 他受到儒家的影响 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 隐晦的 不是那么直接的 可是是不是没有影响 我们如果去仔细看一下 蛛丝马西的话 其实他们的政治近代化 政治现代化 在非常大的程度上面 也是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 包括呢 我刚刚提到 这个新疆跟内蒙古的 民族主义运动 其实他受到 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 包括汉民族主义运动 和中华民族主义运动的 很大影响 在这里我想 王宏老师讲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在这里 关于这个民族 跟帝国的关系 我在讲说 有很多人其实经常强调说 中国传统是一个帝国 那么尤其是西方的 史学家在观察中国的时候 其实同样在这里 他们把这个 他们对于西方 Empire的定义 放在传统的帝国身上 对于中国的国家性当中的 连续的这一面 似乎是很多的 那么您提到 关于孙文的这个变化 我想孙中山的 临时大总统宣言本身 他是一个妥协性的产物 就是他要去接受 这个立宪派 对于他的 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去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 并且他本身也体认到 五族共和对于这个中国 地缘政治战略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所以他把自己的所谓去途打倒 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取消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又重新去 去反复了 又不予的批判五族共和 我想这跟他自己的本身的一个 政治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的政治经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失 就是他身处南方 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处境里面 那么比较难以体会的那一面 这个我想是缺乏体认 这个跟这个左宗棠 跟李鸿章之争也很像 就是李鸿章比较多的是强调 中国的海洋这个利益的那一面 他对于中国赛访的重要性的体认 可能是不足 那么中国其实是一个海赛兼备的国家 这个传统政治传统 以及这个政治传统 进入中国的这个战略思想里面的这种程度 我想孙中山以及国民党体认比较深 比较浅 而中国革命在这里 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 就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 他走的是十大开走的那个路线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对于中国的边疆 对于中国的这个 所谓赛的这一部分的理解 要远远的超过了国民党 也当然远远的超过了孙中山 所以我想临续大军宣言是 孙中山在没有充分理解下面的 的一个产物 我不知道我是浅见的 不一定不一定完全对 那么您提到关于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个议题 我也觉得我也是深受启发 我觉得其实在这里呢 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都被 都被西方质疑成为 打国或者党和国家 其实呢 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本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但是两者什么时候出现 诈异 就是中国国民党 在这个受到西方的整个政治体系 跟跟思想殖民的情况下 他非常想做一个西方式的政党 可是他又不完全做得成 他一直处在一个 这个夹在夹缝中间的这个状态 所以他的政治的一连串失败 跟他不能够去把党的文化 发展成为这个国家 他不是西方的政党 就是这个国民党 这种尴尬的状态有关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呢 在这里就是一个国家 就是替代性的一个国家体制 而这个国家体制 他要比从传统继承来的国家体制 以及模仿西方民族国家的国家体制 要更有效 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较的不同的名称 可是我想缺乏中国共产党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国家体制 它能不能存在 就有很大的疑问了 您 我想这个对我的歧视非常大 刚才的观众 第一位观众提到 关于这个新疆建成之前的 这个宗教政治构建 我想这一点 您提到关于元朝经验 我觉得这是正好是新疆跟西藏的 非常大的差 有差异的地方 其实新疆的这个 在建设之前呢 或者说我特别要强调 在清朝清准战争之后 其实新疆的宗教政治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一面 叫做藏传佛教 就是 而那个是清朝进行 对新疆进行政治整合的一个关键 这一点就把从元朝 明朝清朝之间 利用宗教政治来整合中国 连接起来了 而在清准战争 发生的很 这个很长一段之后 伊斯兰的兴起呢 它对于之前的 这个宗教政治的遗产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因为这个伊斯兰本身 它具有世界性 再加上这个 新疆的族群之中 还有所谓的突厥文化的 这个因素 这个两者 对于之前元朝留下的 元朝跟明朝清朝留下的遗产 它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那么 可是新疆建设 这个之前从左宗棠所做的 对于宗教的这个政策 以及建设之后 那历任的新疆巡抚 还有到了杨征兴 盛世财 对于这个伊斯兰文化 维吾尔文化的一个态度 其实他们是想把这个 纳入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治体系里面 那么我想中国共产党 它所做的事情 是把适用革命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我想我就不展开了 应该有机会再讲 那么第二位观众提到 关于这个 这个美国的种族 中国的少数民族优待 跟美国种族 我想这个中国的少数民族优待 政策 它有中国传统那一面 就是中国的传统当中 向来都是 把这个少数族群的权益放在 是所谓用这个安抚的 这种这种这种态度去处理的 这跟美国的这个种族压迫的 这种传统本来就有差异 那在现实政治当中 中国向来重视少数族群 因为少数族群 它的所谓当地居民 早期居民土著的地位 是受到中国政治传统 跟中国革命的充分重视的 而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下面 他们是把这个视为 所谓发展进步的一个障碍 那么后来他也把它当作是一个 问题来处理 他那个问题是 他把它当作problem 来处理 他要把它消解掉 所以即使是他 民权运动爆发之后 他还去选择说 不能够完全代表少数族群利益的 这个马丁路德金 取代这个黑豹党的 这个更关怀深层的 少数族群利益的那种 我想这是 这是收买性的鸟笼族群政治 所做的事情 我想在 所以在这个 讲到实质公平的这里呢 就是中国的 这个少数民族的政策 它的公平性 从起点到实践上面 我觉得都是 都是超过美国的 那么 至于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少数民族跟汉人的关系 这一点啊 就是 我觉得在这里 就是中华民族建构 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 去再去进一步的强调 少数民族跟汉人的 这个文化差异 以及政治权益的差异 这个可能就跟时代有一点脱节啊 就我们时代现在正正在进步到 就是中国从一个固定的国家 变成流动的国家 在这种情形下 每一个公民的接触都比往 以往多的太多了 这种情形下去 去保障每一个公民 个人之间的 这种权益 他们交往之间的公平 可能才是真正的重点 那么甚至于在我们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所谓全民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阶级议题 这个阶级议题的优先性 目前我觉得已经超过了 中国境内 这个族群关系之间的 这种的优先性 我的我潜见就是这样 那么请大家去讲 谢谢 好 谢谢吴老师 非常精彩的回应和回答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时间 也已经超出了 然后我看到 其实这个今天一直有 其实是三百多位 那个三百多位听众在线 那个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高音所 讲座的一次的盛况 那非常非常感谢 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演讲 然后也要谢谢宋老师的评议 谢谢汪老师的评议 感谢各位观众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